次秀记得大家声响不停 针线来来灰灰不需要自己手动一个公整的文字就出现了 新学期开始学生制服都得修上学号 只不过桃源市区有家业者直接在门口贴上这张 公告上写着本店车名牌就是不正会歪 如果会介意就别来呵呵呵还苦笑了一下 最后补上其他家要30人我们家只要20人 有民众排下来分享到网路说老板讲话好直接 但这诚实的态度我喜欢引起热烈讨论 不会啊我觉得应该是学口吧就吸引人啊 也OK啦是因为看你接受就来 不会到后面有争议 大部分民众都能接受差一点点 但老板为何要特别写出来呢 说就是客人会很多嘛 但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说那么仔细去帮每位客人 就是说完全就是说按照他的那个标准来车啊 店家当然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故意把名牌学号秀得歪齐扭发 但就是有遇过一些客人总爱鸡蛋里挑骨头 才会贴出公告避免消费纠纷 而且现在大部分的机器都已经是电脑自动化 不会有太大落差 输入想要的文字马上就能好 比起传统机器速度快一倍以上也能更好看 你客人会在乎你的字好不好看 看你的那个什么风格性 他已经不会去在乎你的什么什么 你的什么速度啊那些什么 越漂亮他们就是要漂亮啊美美的啊 另一间业者分享用以前传统的方式 就算师傅基数再怎么厉害 总是会有人不满意 但改成电锈后客人就很少有意见 各行各业都有辛苦之处 老板先把话讲在前面 就是希望客人可以多多体谅 不要太过刁钻